此父做丘陵歌图 乃周晋王三十七年 鲁埃公十二年 西元前四八三年 孔子年六十九岁 孔子由楚智卫 在卫国待了五年 迟迟没有执政的基运 却等到了回鲁的机缘 据左传上记载 鲁埃公十一年 齐国出兵侵略鲁国 那一仗鲁国祭孙兵甲 七千人编成左司 由冉球统帅打了胜仗 事后祭刚子问冉球 你对军礼之事是学来的 还是你的本能 冉球达到学之于孔子 于是祭孙大夫 对孔子生起很大的信心 并回忆起父亲在临终之前 祖父一定要将孔子请回 于是派了公灵公华等大夫 以玉、玉、皮、龟、碧、薄等礼品 来迎孔子自卫反鲁 图下方即是来应的阵仗 孔子自离开鲁国至今 共十四年而返 图中路过丘陵时 作了丘陵歌 歌词隐藏的意思是说 人道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追求它又像很遥远 一般人迷惑 于是就不再去实践 自然就造成困顿不顺的遭遇 自己又想推行人道 但举世滔滔 无足够能力去除这些艰难的障碍 只有长街涌叹 又在回国途中 经过引古 闻到振振幽香 孔子举目四顾 看见几重幽兰 与众目为伍 心中十分感慨 便停车赏兰 取群座以兰超 托辞于香兰 感慨君子 虽身不逢死 但仍如幽谷兰花 依然不失芬芳 图中上方 孔子跪坐于席地上 写着丘陵歌 画家并配以丘陵的地形 一旁插手正经 围坐于江边席上 表情树木静静地 看着孔子者 或为季康子 派来迎请的大夫 后方有古琴 及二人跪坐拱手 或是孔子的弟子